那么今天的测试是我的蓝牙控制器 看一下现在是进入 打开蓝牙 好 这里显示没有连接 安全连接 看到一个蓝牙控制器 这是马自达 汽车控制器 然后现在已经连上去了 连上去 看一下 Lock灯 按一下 亮起来 Unlock 好 这个就是蓝牙 汽车 遥控制器 咱们继续来看一下这里面结构 这里面总共有 这是蓝牙模块 这是AO3模块 这个是汽车的遥控制器 这是一些指示灯 总共结构就这么简单 这边面还有一个12V5V的转换器 我们再来看一下 当我按不同的这个按钮的时候 对应的指示灯不一样 我做了三个按钮 一个是Lock按钮 一个是Unlock按钮 还有一个是Alar 就是使用汽车的解锁 用手机来实现汽车的解锁 这是一些关火 那是我按钮的解锁 我按钮的解锁 准备 继续 另一步 我的衣工